很多艺术家都会以植物为原本做创作 然后我不是以植物原有的形象 是药材 然后就开始从颜色上开始靠近种药 然后形象上 我觉得是那种特湿的感觉 然后让那种颜色特中性 就是棕色 有意思的就是你画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可以不用再依赖于这些形象了 然后你大脑里的心里的感受 从这个形象一点点就找出来 它自己在生长 你只是替它表达出来了 经历了这个实验阶段 又经历了这个经验阶段 所谓经验阶段就是 可能有一些形象在固化的重复 然后到最后的这个创作 自我的一个演变吧 有时无论的视觉 有时无论的总体 没有什么 那种事情 有时候让我рав颜色 我就做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做一个薄格 我们做一个 那么做一个 我们做一个